我們來延續前面一堂課所說的 之前說的第一個節奏的打法是這樣子 我用我的手掌打在低音的位置 以及高音 1 & 2 & 3 & 4 & 然後左手也可以補一點空隙 然後打一些比較輕的聲音在這邊 1 & 2 & 3 & 4 & 我們今天來講這個動作的另外一種打法 這個節奏的另一種打法 就是低音我可以用拇指來打 從畫面上看到的 我的手掌有一點旋轉的感覺 用拇指的側面 敲在低音的位置 那高音就用左手 也是帶一點旋轉的感覺 低音高音用這種方式來打 那如果我想要補在end 後半拍的那個位置的話 我用右手的手指 這樣就可以了 來囉 1 & 2 & 3 & 4 & 1 & 2 & 3 & 4 & 那如果把那個空隙的聲音補進來 變成1 & 2 & 3 & 4 & 5-6-7-4 & 4 & 4 & 4 2 & 4 & 2 & 4 & 4 & 2 & 4 &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